屋倫市華埠 商會計劃成立護衛區 重點解決治安問題激增 新冠疫情市約已經一年多的時間 加上最近屋倫華埠針對亞裔的仇恨搶劫襲擊事件激增 屋倫華埠商會在上月26日正式發起 屋倫華埠社區護衛區計劃 該計劃將同業主包括商家及住客合作 籌集資金聘請屬華貨的保安 來維護治安、清理塗押 以及應對無家可歸者等問題 陳主席也透露 其實兩年前已經有類似計劃 不過是在屋倫市中心實施 和有幾個附近在接著白樓匯家 其實已經列入了丹丹裡的區 而你已經在給這個費用 護衛區計劃早在30年前 被商會提出彈火圈 為何最近又再重新推動呢 陳主席解釋到 所以我們這次推動的原因 尤其是我們其他大廈已經被人 囊括到別的地方 陳主席希望透過成立華埠社區護衛區 可以將屬於華埠的資源帶回到華埠 而且業主所繳交的費用 將會比現時需要繳交的更少 這個護衛區涵蓋的範圍包括 從白樓匯街至Laney College 由6階、7階去到13階和14階 中間包括了有很多 奧倫校區的物業、地鐵的總站 還有原政府的大樓 有很多他們的辦公室 還有其他就算奧倫博物館 還有很多其他地方和水務局 更多關於該計劃的詳情 可以瀏覽屋倫華埠商會網站 或者撥打510、893、8979參與計劃 目前商會寄出的調查問卷當中 支持率接近三成 天下維視記者李嘉儀報導